这里是唐山 我来这边出差拍片子 然后工作结束了今天 然后和他们一起来这边 唐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 唐山文化馆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边有很多唐山很有名的小吃 俗称唐山宴 我们去看一下吧 唐山文化 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唐山 唐山 你要搬过来 去找一下见客 好嘞 很浓重的北方文化 八千多 然后我就复古的装修 杨价老字号 最少的 好 看这个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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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 好了 我可以吃 你好 不是 好家烧麦 哎这人很眼熟啊 是 哎这货看着也很眼熟啊 这个镜头饮料 水爆竹 爆竹 这是食材 各种食材 这地瓜都长芽了 这是啥 芋头 大芋 腐竹 自制腐竹 干辣椒 木耳 菌的 哇 三条鱼大 大 早 早 中条鱼大腿大早 谢谢 要成就这套买对 才要买得出细节 食物生的甜点 很大鱼肉 不会吸收汤之中的养分 随着实际的推移 鱼肉的颜色越来越浓 不是说 这颜色还是表现鱼肉的精髓所在 这颜色偏红的鱼肉 北方面点 这就是特色的北方面点 哇 这都是得吃得好快 这就是面的 唐山燕 全是肉 好吃吗 是 好酸好酸 夹肉的吗 别动 别动 烫烫 烫吗 烫 烫我不吃了 我 双麦知道都是汤 那么好一把嘴烫一个泡 你是在拍我吗 这是我们团队的两个颜值单单 来给你们录一下 看我这也怎么样 挺好的吗 他们俩是干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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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拍我看一下 这不自拍吧 你拿着自拍 我看 视频 我到时候是要发在b站上的 我看这也够好 我看这也够好 我来 这是我俩小弟 你找一个大哥 我感觉不太熟啊 这是烧麦 其实烧麦最好吃的是内蒙的 因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肉好 嗯 嗯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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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的村里 鱼汤 八块钱一杯 冰糖雪梨 鸡毛蛋 唐山老八戒 鱼汤 八块钱一杯 冰糖雪梨 鸡毛蛋 哇 保持着以前的风格 冰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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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地方不光光说是 有唐山的小吃 我觉得他把北方的小吃基本上 嗯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光光说是 比较有名的酒类 面点 街边摊都集合了一下 然后有各种可供粉 面点 还有一些小吃 冰糖葫芦 麻辣粉这种 现在依然也还是在街边有卖 整个风格店面保持一些 稍微古朴的一些风格 就比较有文化气氛 就打北方烧饼的炉子 老春饼 六元一卷 往事不退 烧饼 生面团 老春饼 六元一卷 往事不退 非无事 文化一场 老春饼 六元一卷 往事不退 又香又脆 出去看一下 哇塞 有炸的 这是老妈先洗点 不可以了 看起来 製作饭点 这个豆腐的 糖酥的 豆咖的都有 豆的 都有一 豆的 豆腐 豆腐的就做了这种成品 蘑菇 豆腐 小山无法行 哦 闷的小山先闷的 哇 馄饨 南方叫饺子 北方的饺子南方叫扁食 我老家那边 中国第一吃 皇家佛跳墙天下第一汤 其实佛跳墙呢里面就是 放各种 很补的东西 像鲍鱼啊 海参啊 就越好的东西放在一起 一锅闷 就越贵呗 京东老菜 还没有出锅 蒸蒸日上 人家起的都不错 我老家这一汤也要尝一下 我老家这一汤也要尝一下 我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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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仔驴 小海鲜 包仔鲜一块尝一下 哦 谢谢 你这儿红薯 红薯 对 农家大锅炖 大锅炖 大锅炖 满足八大碗 啊 红薯 红薯 面条 酸菜 十四王爷 烧鸡 人人喜爱 老少便宜的观众 欢迎大家食堂回复 欢迎大家食堂回复 没有呢 没有肉的 骨子 热了 嗯 今天又太好吃了 又吃饭了 拜拜 嗯 好吃